海贼王漫画1053话的内容已经更新 一起来看一下本画当中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 漫画最开始的镜头依旧给到了吴老星 他们大吼着说不要把草帽路飞拥有地的事情报告出去 并要求海军方面立马这回报纸把草帽路飞的地给去掉 由此可见吴老星的老年痴呆越来越严重了 因为前不久他们曾亲口表示说尼卡果实是最为重要的 必须得想办法早早抹杀掉拥有尼卡果实的路飞 之后又说尼卡果实的事情先放到一边 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得罪了凯多该如何处理 最后不知道怎么回事 吴老星又说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能够读懂历史正文的罗宾 至少也得把罗宾给他们带回来 如今他们又说路飞名字当中的地裁是最为重要的 不难看出这五个老头除了老年痴呆之外还患有很多种疾病 因为早些年前尼卡果实被红发抢走的时候 吴老星早就知晓尼卡果实已经被路飞给吃掉了 并且也拿着草帽路飞的悬赏令研究了半天 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反映过来路飞的名字当中有一个地裏 之后路飞每次悬赏的时候都有给到吴老星尽头 他们一伙人拿着路飞的悬赏令淡淡的说道是卡普的孙子 而且还是DG一族 怪不得这么能搞事情 如若剧情再这样继续发展下去的话 估计最为离谱的吴老星争转之后也有可能慢慢营业 紧接着两位四皇被击败的消息传到了全世界 最终路飞基德罗三人的悬赏金全都变成了31倍 大妈何凯多加起来刚好差不多是91倍 因为外界传闻是三位船长击败了两位四皇 不二三人瓜分了凯多和大妈两人的赏金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吴老星那边故意压了草帽路飞的悬赏金 又或是说记得的悬赏金水分太多等等 对于这个问题就不做过多讨论了 参考早期的悬赏金都是仅十一几千万多少多少倍 像是详细计算了一样 并且念起来也特别霸气 如今直接变成了枕树后反而感觉有点太过于平凡了 紧接着就是草帽路飞一伙人开宴会的事情 这一点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 但凡是路飞等人帮助他人击败强敌后 咱们一伙人必定会受到款待并且开开心心的开上一个宴会 唯一不同于以往平章的事情就是开宴会的时候也要说一下光月玉田 这一点在何之国平章中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一次负责宣传光月玉田的人是他的女儿光月日和 由此可见光月日和没有白白隐忍二十多年 这二十多年的时间当中 他所掌握的吹拉弹唱至少可以在大战结束后歌颂一下自己的自己 紧接着镜头给到了上一画中并未出现的罗宾 按照以往平章的惯领罗宾必定在忙着读取历史证文 之后出现在罗宾面前的人是天狗三菲彻 这个老头摘下面具后居然变成了光月玉田的爹光月兽喜少 根据他的自我介绍来看 他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被黑炭大使给杀死 而是被对方给囚禁起来了 如此看来的话 黑炭大使对于光月家族的怨恨并不是特别深 之后从牢房当中逃出来的光月兽喜少见证了儿子的陨落 并且也知晓了何之国发生了哪些事情 但他并没有选择付出寻找机会重回王位 而是选择隐姓埋名做起来了木偶娃娃 由此可见光月玉田一家子真的是太正常了 他的父亲真的是太能迎刃了 之后必须得给他安排一期光月兽喜少 真传好好的送他一下 紧急着镜头来到兔景监狱 大将绿牛正在折磨着百兽海贼团成员 并且还表示说希望吃犬能够好好夸奖自己一番 由此可见绿牛是吃犬最为忠实的小弥地 虽然早期伟天曾多次表示说绿牛长得非常帅气 如今亮相后虽然像是一个地痞流氓 但至少比起其他海军大将长得还算是很不错的 很多人都比较奇怪的是以往陆飞打败强敌后 总是会出现一个不想去管陆飞 又或是善良一点的海军大将帮助陆飞处理之后的事情 比如清智黄元以及藤虎 见到陆飞后并没有想着杀死陆飞的想法 为什么这次这个绿牛和以往的大将完全不同 那都是因为以往陆飞面对大将毫无还手之力 忽而安排新智黄元以及藤虎可以让草帽陆飞顺利通关 如今陆飞的实力已经得到了突飞猛进 忽而安排一个不惯着草帽陆飞的敌人陆飞也是可以安然无恙的 另外从绿牛的办事风格来看 他是一位比吃犬更加极端的海军大将 如若吃犬来到和之国的话 他百分之百不会放过任何海贼 但他的办事方式就是给对方一个痛快 一招鸣狗直接送对方灰西 绿牛的办事风格虽然也是不会放过任何海贼 但他却喜欢折磨着对方并且还骂马列列在羞辱对方一番 最后有的观众可能会纠结奎英和静怎么回事 他们的体力到底恢复到了什么程度 他们到底有没有被海龙之手铐跑着 为什么两人面对一个大将毫无还手之力 对于这种占领问题就不多讨论了 只能说是过其包丝不如可 这是热血漫画一直以来不变的法则 最后的镜头回到了草帽陆飞以及陶之助等人 这里特意强调了一句陆飞对陶之助所说的话 那就是关于和之国的事情希望陶之助不要讲出来 因为陆飞本人不想当英雄 估计是前几话内容有人说陶之助想功劳的事情被伟田给看到了 所以伟田为了证明陶之助是一个真男人给其补了这句话 这样大家就不会再说之前陶之助抢功的事情 最后记得找陆飞闹事的时候 草帽陆飞搂着这个杀人如麻的家伙开开心心开起来了宴会 这里记得对陆飞不服气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四皇的位置 他想着说自己现如惊人也厉害 赏金也变成了三十多亿 为什么四皇没有自己的位置 由此可见四皇靠的是人脉和势力 只有海贼团发展壮大且本人在大海上占据了大量资源 这样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四皇 记得海贼团总共也就二十多人 他们一伙人一个地盘也没有 一个附属的旗下海贼团也没有 就连海贼团的活动资金也还得靠双杀强烈来获得 这样的人对世界政府过不成威胁 故而背景更为强大 地盘和旗下产业更为丰盛 这旗下拥有几千甚至几万手下的八级大神最终成为了四皇 好了 本期的胡扯内容就是这些 其余的真传以及整活系列之后会慢慢负上 我是阿金 我们下期再见